那今天呢 我就來打18個洞 還有我會錄下所有的 即是那些short game 即是球上不到green 在green附近那些奇奇怪的位 怎樣chip 怎樣用什麼棍 用什麼方法打的 即是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我不會講完18個洞 我怎樣打 即是講那些特別一點的奇奇怪的位 接著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打 用green之棍那種打法 即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在另外一個情況之下 現在看451到這邊 那green是斜去我們右邊的 還有脂皮後面就是斜回去 這個打法是有點難度的 451 這旗插在後面 接著旗後面就是斜下去 如果你打過龍 就滾回去 那這個是有點難度的 還有現在這個位置是雙青 接著那邊是斜去右邊的 那這個打法我就 不會掉 只是打高的那隻球 我都是用那些 低的pitching 會找一隻狗仔的 那現在我去拿 那現在我就會找一隻狗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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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那是用下一個低的pitching 那種打法 都是用低的pitching 因為如果我打高 如果打那波高呢 要不我怕不到 而你 registration 那些位置是死的 這些位置 會是有些難度的這個 這個釘的玩法 我都是找隻狗仔 類似那些超人溫的打法 那個釘不是平的 是車下去 可以接頭,這球都很漂亮 剛剛在旁邊,少少位落點 就是要斜的 這球球不錯 很滿意 可以給大家看這球球 是很漂亮的 就是用這個打法 如果你用這個打法 用一個高 打球釣到高一高 是很危險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 枝旗位後面是甚麼情況 如果你用打高的東西 過了籠就糟糕了 這球球很漂亮 過了枝旗,接著是落斜的 是很危險的 是很危險的 這些打法 所以打低 是最安全的 現在這個情況 是幾難切的 這個位置 因為那個球在少少長左下面 還有枝旗插在 前面 即是枝旗後面 就是斜下去的 如果你一切 上到玻璃 少少波龍 你就滾到後面的玻璃尾 變了這個位置 是幾難打的 那我就會穩支60度 不要在玻璃尾 因為太危險了 如果是玻璃尾 我會在玻璃尾 前面的位置 因為它是斜下去的 但是這些 前面的位置 你一定要順心 不要被尖棍去 不要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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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距離15压和枝旗插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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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好像在下面斜落去的位置,又不是很厲害的 直擊探在後面,我想現在有21度 我這些位置,我都找到60度打的 又開啟它的 你見到我旗位是斜落去的 這個是有些難度的 這位置一定鑑到最初的位置,就是輕斜落去 所以你鑑過一點,鑑下去 OK 以後我都沒有什麼信心 最重要是打沙子,最重要是打沙子 天氣不要抽氣,一抽氣就死硬了 過了路,沙子很硬 OK,現在距離是50-55 這次還沒有一個大沙子 大概有25-1,是很長的 這些打法,我不會找到60度打得很高的 我就去找到56度 也是類似Pitching的打法 又不會找到60度 一個Full Swing的打法 真是危險,不需要 這些是普通Pitching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就要去做20度 更多便宜 大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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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OK啦,不錯,可以一匹 OK,310條位,上斜,前面,塗在後面的意外 這些一定會指60度打高,希望在個旗位附近下 這些你不能撿命安下,或者別傾位,因為你覺得很高 所以你一定要用指60度打高 這些打法是有點危險的,因為你說60度是那些31度 你要用那個差不多一個PASSWING敵之棍出去 如果你有什麼差池,是很容易撲街的 即是打這些波,你一定要有信心,而且一定要敵之棍去敵 不要走著,就是走著走著 一走著你就死了,一定要給信心敵之棍去 OK啦,接受吧 OK,最後一個洞,就是向上Full Green 這個難度很高,因為掛在前面 又少少落斜位,下斜位,下斜位 我都是穩至60度,這個真的有點難 大家看見那麼多 那麼多才我是不是有個女生的 正式之類的 那我會想要回答 感谢观看